各位观众朋友 的确大家在称一下下 再过一天 周末假期就要展开了 明天天气整体来说 跟今天蛮类似的 就是两个小重点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就是 明天台湾环境场的水气 会稍微的增多 再来明天依旧要留意日夜温差大 我们先来看到这张图 告诉大家为什么 明天我们说 台湾环境场的水气会增多 首先这张图是什么 哇 空空如也 这是从今天一整天 有下雨 累积下来的累积雨量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各地山区 都没有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唯独在高坪交界处 也就是屏东高树乡这边 在中午过后 有一点点比较局部单点的 午后热对流发展 但是累积到现在不到20毫米 雨量非常非常的少 这是为什么 我们从周二开始 一路到今天周四 可能大家都觉得 天天在外头阳光普照 甚至抬头看看蓝天 连云都很少 因为台湾环境场的水气 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明天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到 透过了定量降水浴测图 你可以看到 明天预报资料看起来 整个午后热对流的范围 就会稍微的扩大 但还是主要 集中在山区为主 但是东半部地区 恒春半岛 可能也要稍微留意 有一些零星短暂 阵雨的出现 再来就是日夜温差了 最近日夜温差 真的稍微来得比较大一些些 如果比较早出门 或者你比较晚回家的话 真的会觉得天气转凉了 到底日夜温差有多大 我们用今天来举例 我们找出了北中南东 离岛各一个县市的高温 还有他们清晨的低温 就要带你们来看到 今天全台基本上都是来到30度以上的白天高温 但是同一个地点在清晨的低温 你可以看到都是比较凉一些些的 这样的这些温差数学比较好的 观众朋友一算就知道了 基本上都是将近10度 甚至是超过10度的温差 温差最大的地方就在花莲 花莲的温差有超过14度 所以这样的温差变化非常大 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 千万不要因此感冒了 明天这个天气依旧是早晚温差比较大的天气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至于我们说 明天为什么台湾环境墙水气增多 因为有一个逆时钟旋转的一个低压环流 在台湾的东方海面 所以带来一些水气 导致明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 会有一些短暂暂雨的出现 但主要降雨区明显扩大 恐怕到周末假期吹起了偏南风 带进了满满的水气 你可以看到这个周末假期 虽然主要的降雨 还是以午后热对流的降雨形态为主 但是包括降雨的强度跟降雨的范围 就会稍微的扩大 四雨区带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你可以看到从周五周六到周日 明显你可以看到 降雨还是比较限缩在山区 但是要留意跟今天累计温量看起来 比起来的话 明显有往近山区平地 甚至有北台湾的平地 花冬平地 甚至南台湾的平地 在后来这几天恐怕都会有下雨的机会 虽然不是一整天都不会看到阳光 其实上半天基本上都还是好天气 但是中部假期如果有安排一些中午过后的行程安排 可能预备方案先准备好 会是比较好一些的 姐姐明天各地的温度要提供给你 北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 31到32度空气品质差要留意 中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请到多云的好天气 南台湾的部分要留意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东漫部地区中午紫外线偏高 要做好防晒工作 雅小地区的观众朋友 白天高温29到30度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 大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